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10日 星期二 當網民 一直都在幫趙立堅 到處都在找他在哪裏 趙立堅失蹤了一個多月 網民差點要幫他發喪 以為他去了見毛主席 毛主席應該不肯見他了 他 原來被人凍了冬菇 他沒得做這個戰狼發言人 現在 被人 調了去 守水堂 香港的術語叫做守水堂 如果中國以往的古代 這些叫做 樹邊 又或是 發配邊疆 趙立堅究竟 扁了去甚麼呢 他現在調到邊界與海洋事務司 做副司長 如果立即來計算是平調 但是這些地方其實有甚麼可以做呢 實際上就不會有機會讓他再出風頭了 意思 趙立堅不再得到習近平的重行 已經沒有得到 賤狼這個位 根據大陸媒體澎湃新聞網的報導 公開資料顯示 趙立堅1972年11月出生 剛剛過了他50歲生日 曾經做過中國 駐巴基斯坦大使館的公司參贊 也擔任大使館的臨時代辦 19年 做大陸的外交部新聞師副司長 隨後就做新聞發言人 因為池風犀利 被稱為戰狼發言人 根據大陸的外交網站 由去年12月2日之後 趙立堅 就沒有再露面了 那麼他露面的就是他老婆 他老婆 當時 就在那裏帶他去 德國玩的照片 引來網民 連番的撻伐 國家危難之中 你走去 歎世界去旅遊 當然是很多人 別生氣他 後來 他還自爆 在北京買不到退銷 結果 要旁邊的男人 分享四顆給他 男人十顆 就分了四顆給他 結果 不小心踢爆了 胡錫進 懷疑跟他有姦情 那麼究竟是胡錫進 跟 趙立堅的老婆有姦情 還是胡錫進跟趙立堅有姦情呢 不知道 這件事 很多人都很關心 尤其是大陸的網民 他們之間的姦情 我們就不便談論 好了 現在 我們看到外交部的記者會主要是兩個人負責 就是汪文斌和毛寧 毛寧兩好 我們說說趙立堅的職務 到底在做甚麼 大陸的外交部邊界與海洋事務司有甚麼職責呢 包括 移定這個陸地 海洋邊界的相關外交政策 好棒喔 是不是樹邊 叫他去 中沙群島躲一躲 哪個招是中國 躲一躲距離也好 指導協調海洋對外工作 承擔與鄰國 陸地邊界或界 去柬埔寨也好啊 去老窩吧 堪界和聯合檢查等管理工作 處理有關邊界涉外事務及領土 地圖 地名等涉外案件 承擔海洋或界 共同開發等相關外交談判工作 實際上 基本上這個職位 不會很重要的 在外交部來說 基本上 都是樹邊的工作 為甚麼 這些戰狼現在會被人貶去做這些事情呢 實際上跟鄧東估計是沒有分別的 我們要討論一下 這一節 就是中國的外交政策 究竟 是不是有些大轉變 是不是要向美帝黑和 是不是要徹底跪低 要靠地跪低當然會把牙尖嘴里 說話很囂張 要把那些人全部拿下 拋走 換換一些說什麼說話的人 是不是這樣子呢 這節我們跟大家分析一下 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6部曲 我們成功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 至於1月28日的初七網聚 我們現在的節目安排也有了 我們是會有延長的節目 有嘉賓發言 也有黑池未來的發展方向 我們跟大家商討 我們也會成立一個charity 這個charity 未來 就會多做社區服務 地區服務等等 也希望大家可以報名做義工 我們發揮 香港人助人互助的精神 6點半至7點 我們會有個巡遊 帶大家遊覽一下黑池 之後我們會有戴合招 當然 口號一定要的 之後我們是吃飯的7點 就去吃自助餐 黑池的自助餐 我們吃過那麼多間 也算不錯 款式又多 價錢又公道實惠 如果你不喝汽水 就18磅 如果喝汽水 任不喝的 就22磅左右 這是自費的 大家就可以 選擇你可以參與也可以 不參與也可以 如果參與的話 就預定買車票就不要那麼問水 好 希望到時看到大家 報名在 片尾有 短片介紹 看看怎麼報名 我們看看 最近除了趙立堅貶官之外 外交部 大家最關心的當然是他死了60多個老人家 一些以前的大使 一些外交部的 正部級官員 或者副部級官員 死了很多 老人家死了之後 外交部好像成為一個重災區 人們 只是關心外交部的死人 外交部的活人又如何呢 現在最關心的是甚麼呢 就是 駐美大使 秦剛就要調回來做外交部長 駐美大使可以說是外交 除了 駐美大使之外 外交部長之外 最重要的一個職位 因為你住在 美國 是一個全世界最重要的國家 所以 駐美大使的地位一定是所有大使之中最高的 而升任將駐美大使升為外交部長 亦意味着 中國很急需要跟 美國搞好關係 這個 是他現在中共那種轉向 的一個 訊號來的 轉向訊號 再加上趙立堅 被人家燉了冬菇 調去守水堂 發配邊疆 那麼 他的 戰狼外交 接下來我覺得 越來越少 甚至乎 不准再有那麼多戰狼外交 大家 帶著面具 扮演一個好人 不要再 把真靈的面孔暴露出來 我們想跟大家說說 其實美國方面 對於這個秦剛 是十分之不客氣的 由於 這個秦剛也挺囂張的初時 現在好像突然間要跟美國修好 他就主動走去跟美國的國界聯絡 發表一些文章 但是美國沒有人肯登 美國的媒體不肯登這個秦剛的文章 他就打算去 討好美國人 去看NBA 他射籃也不錯 原來那個技術也過得去的 但是 也是美國的媒體 不是很受諾 加上 他就大力地去捧美國隊 直接去捧場 去看 NBA的賽事 也是美國媒體 不是很 展示他 最終 他原來宣稱跟布林肯有一個很好的會談 雙方要保持合作關係 原來布林肯沒有跟他見過面 他去到美國 美國沒有受到任何的歡迎儀式 美國的官員 外交的官員沒有人去接他 其實 很難說 而他走 或者升任外交部長 也沒有美國的外交官員 賀他 沒有祝賀 這個 其實也可以看得到 你怎麼對人 別人就怎麼對你 是不是 中共現在面對 秦剛 回來 北京要做外交部長 很明顯要跟美國修好 很急需跟美國修補關係 因為現在的中國 在各方面都是 很嚴重 經濟不行 在這個 政治上面 受到美國的 全方位打壓 晶片打壓 搞到習近平 精盡人亡 還有在俄烏戰爭方面 其實習近平也不是很想理 俄羅斯 俄羅斯當然是想拖他下水 他當然是很害怕 因為知道 俄羅斯也就釘了 是不是 他大陸的大外宣可以宣傳到俄羅斯 幾威武 又說擊殺了烏克蘭600人 實際上是沒有的 是亂作的 被外國記者踢爆了 沒有這樣的事 大家都知道 俄羅斯今年 2023年應該就是亡國 就算亡國也會瓦解 這個政權 作為 這個 邪惡俗心的一份子 你覺得 納粹德國瓦解了 日本皇軍 還可以單獨 支撐著嗎 當然不行 所以 習近平現在 就是想急需跟美國做朋友 想搞韜光養晦 當然 當然 這件事行不行呢 我認為 很難 你的 龍子野心被人看見了 別人不會再相信你了 不過顧問論點 現在大陸的外交轉向 是想 假裝好人 假裝正常人 假裝假面具 之前 扯掉了那個 青面尿牙 魔鬼的樣子 不行了 太噁心了 要戴上一副面具 不過 全世界都記得你是甚麼樣子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接下來有其他的消息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大家好 我們在2023年 即是今年 1月28日 是農曆的大年初七 我們會在黑池 舉辦 我們的今次大型網聚 而今次的網聚其實有兩大主題 第一 當然是 因為說了很久了 要在黑池 跟英國北部的朋友見面 和大家聚一聚 第二 就是我們會成立我們的charity 希望到時可以多些朋友參加 發揮香港人 助人互助的精神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參加 我們 開始時間是下午的兩點半 大約是到六點 或者六點半左右 會有很豐富的節目 也有很多的 嘉賓 到時我們會收取10磅的茶點費 有香港的奶茶供應 港式奶茶供應 也有一點點心供應 好 到時希望見到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間是300磅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害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